台北市衛生局已經展開調查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怎麼回應 代您關心 沒有什麼感染案例 境外還是每天40萬以上 所以這個境外一日還是個大問題 特別是我們 這一次我們在10月5號確診的這個 本國級的副機師的案例 我們發現第一 打完整的兩劑疫苗還是感染 第二 我們目前的機師5加9 可是萬一他的潛伏期超過這五天 還是不會發現 他就跑進來 因為打滿兩劑可能被感染 被感染的case萬一他的潛伏期是超過五天 就算你在解隔離之前給他做一個PCR 還是沒查出來 因為他沒發病 然後在後面那個 九天的自主管理 如果他沒有很 嚴格的自我管理 還跑去吃飯人多的地方不戴口罩這樣爬爬走 他也是有可能 在感染以後 要去感染這個社區 所以我們這一次這個 本國級的副機師這個案例 坦白講後來想一想 第一 我們運氣好 因為他在 他在5加9的酒店當中被攔下來 這個也不是說 因為本來就沒有規定說他一定要 那一點 他也蠻 自主管理的 沒有說 就去那種人多的地方不戴口罩 特別是那種不特定的人潮擁擠地區 如果他是 知道 到那種不特定人潮擁擠的地方 那又不戴口罩的話 再傳染出去 那還是 6來就進台灣 所以還是很嚴重 所以 結論是這樣 這個境外感染在現階段還是一個大問題 而且我們看看 我看中央的資料你知道 境外感染案例裡面 有25%是 打過疫苗的 所以也就是說打疫苗也沒有保證你不會感染 那我們這次因為這個本國級的航空副機師 他在 還沒檢查他是病毒之前 我們就做了比較大的匡列 所以當時還想說 真的要匡這麼多人 匡列到176人 不過是這樣 還好我們動作快 先把 先把他匡列起來 那麼目前有9個是 進行居家隔離 不過因為這個機師的小朋友 讀兩個國小你知道 還有這個安親班 所以 浪不浪東 現在 要嚴格自主管理了 大概還有176人 這我們每天衛生局會去檢查 這要等到確定 這個小朋友到第五天 還是沒有PCS負的話 可能我們才會解除那個 那些176人的自主管理 所以 這176個 在 雙十 國慶的假期期間 我看就 乖乖待在家裡 不要亂跑 那麼明天期 要 三天的連假 一樣 這個 出門隨身戴口罩 除非四下無人你可以脫口罩 不然我還是把口罩戴好 特別是在不特定人潮擁擠的地方 還是要戴口罩 最重要是十年制還是要做 因為萬一有問題的時候 才找得到人 不然 有時候疫情還是會失控 那麼 國慶日還是有國慶活動 我們今年是這樣 只准500個人 進來 觀禮 一個很大的廣場 那為了確保大家都距離夠 所以我會排座位 你就坐在椅子上 那如果我們要發翁翁包 我們這個 人家說漁美定式發翁翁包的方式 方式就是 坐在那裡不要動 我發給你 因為有椅子也確保大家距離不會跑來跑去 所以 另外有3000個 抽到以後 你也不用來了 我們郵寄給你 非常時期 這個 這個國慶升級活動就 在心裡面就好了 不用特別跑到 市府廣場來 我們市府廣場只有 事先有抽到的500個人可以來 其他就 拜託不要來了 你有抽到翁翁包我們會寄給你 這樣就這樣 那疫苗 這實在是太複雜了 我看 我看還是給蔡副市長來解釋好了 我看我看他看得飛去 第二劑莫德納 68歲以上 用我們台北的預約系統 用中央的系統 我也不曉得怎麼弄 來 請蔡副市長來說明一下 好的 那有關這個 我們台北市疫苗的這個接種 覆蓋力 第一劑 已經來到72% 那第二劑 莫德納第二劑 可以透過台北市的預約系統 更多的訊息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注 再來掌握